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走八方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风马纪念雕像 风马雕像呢,也位于黑山地区 距离总统山,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 开车一进来,就到了游客中心 现在这里呢,晚上有机光秀 但是不用单独买票 需要你在游客中心换一张晚上的票 这样的话,你白天来参观 中间呢,可以出去玩 晚上再回到这里,看机光秀 在游客中心的门口呢,还有一个汽车站 你可以坐上这个车 然后一路到达风马雕像的下边 因为距离那儿呢,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目前呢,因为还没有完工 所以车不能够开进去 这个公交车的票呢,是要单独买 四块钱一张票 里边呢,还有一个风马雕像的模型 可以过来站一站 另外呢,特别推荐的就是这里的餐馆 叫 如果下午来这里参观 那晚上呢,就不用出去了 会给你特别的惊喜 这个金光闪闪闪的自然之门 也特别的推荐 如果你坐车去风马雕像的话 回来的时候,它可以把你放在这里 晚上的激光秀呢,你也可以坐在这个院子里 来看激光秀 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泡车场里边看 据说呢,是总统山在黑山一带 雕塑完成之后 引起了当地印第安人的不满 于是呢,从1948年开始 印第安的一位酋长就请来了著名的雕刻家 克扎克 希望他能为他们的民族英雄 塑造一个更高的山巷 但是这个雕像呢,至今也还没有完成 原因当然很多了 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资金 还有天气 这里呢,是收费站 进到这里的收费标准呢,是每个人15块钱 进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好贵好贵啊 但当听到里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所交的15块钱里边 有13块钱都是直接用于雕像的建设中 只有2块钱是用于游客中心 或其他的辅助性的服务的 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游客中心 它的门口呢,就可以坐这个车 到达风马雕像的下方 游客中心的前面呢,有两个很大的停车场 一个低一点,一个高一点 那晚上看激光秀的时候 可以停在高一点的停车场 游客中心里边呢,也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博物馆 里边呢,有很多印第安人的酋长的照片 还有呢,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展厅非常的大 一个连一个 真是琳琳满目 在进门处的问讯处 可以直接拿你刚才买的票 换两张晚上的激光秀的票 在这个问讯处的旁边 是一个电影厅 这里呢,就是卖车票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时间表 只要是人坐满了 就开走一个班车 下一个班车,马上也就来了 司机先生呢,也非常的敬业 一路上都给我们再介绍 整个风马雕像的历史 就一个风马雕像的脸部 就花了50多年的时间 主要呢,还是因为资金比较紧张 另外呢,黑山地区的天气 也是比较寒冷 每年呢,可以用于雕刻的时间 也是比较短的 因为印第安人呢 他们为自己的民族英雄 来建立这个雕像 所以他们拒绝政府的投资 现在政府所能做的呢 就是只是把这个地区的路修好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 现在呢,已经开始雕 英雄的手臂以及手指 据说呢,要在五年之内 要把码头的雕像也都做好 虽然距离很近 但是还是不能上到雕像的上边 只能在它的下方 仰视一下 据说呢,每年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上到高一点的地方 来参观这个雕像 我们呢,因为今天到这儿就比较晚了 有点担心 一会儿就没有车 到风马雕像的下边了 所以呢,就先坐了汽车 去看雕像 回来呢,就在这个自然之门停下来 真是金光闪闪 在黄昏的阳光下 显得更加的耀眼 如果你是早晨来的话 我建议你先来 这个展览厅来看一下 然后再坐车到那个下方 这样的话呢,你就比较了解 整个风马雕像它的历史了 这里呢,还摆放了一个 风马雕像的圆形 这个呢,是按1比34的比例做成的 如果你是下午才来 想直接在这里等着 看晚上的激光秀的话 那这个餐馆也特别的推荐 不但是风景无敌 可以看到风马雕像的全景 而且吃的东西 也真是无法挑剔 这个饼简直就像 刚出锅的油条 餐馆的外边呢,也是小桥流水 并且有很多的座椅 晚上可以坐在这里看激光秀 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呢 是6月底 其实应该是很热的天气 但是到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很冷很冷了 晚上我们看激光秀的时候都穿着薄的羽绒服 这里的展厅呢 这里的展厅呢,还有商店 也是关门特别的晚 如果天气太冷了 风特别的大 还可以躲在这里 这是黄昏时分 雕像似乎显得更加的厚重 更加有立体感 天黑下来以后 这里也是多姿多彩 不时的变换着颜色 晚上就在这里等激光秀 因为是夏天的原因吧 激光秀开始的比较晚 说实在的 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因为有很高的期望值 结果这个瘦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小 很简单 虽然著名的雕刻师已经做古 但是他的子子孙孙 还继续在这里完成他未完成的愿望 很多人都说 这也是美国版的一宫一山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 点赞 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C 感谢观看